刚需的福音来了,八月楼市传来两大好消息,炒房客们要凉凉了。 前几年我国房价飞涨,多地房价翻了好几方,大批投资房产的炒房客因此而赚得盆满博满,甚至有一部分人成为了隐形富豪。 但是物极必反飞速上涨的房价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政府开始通过楼市调控,从而抑制房价。 但是炒房客始终坚信,从以往的调控经验来看,楼市调控不可能长期延续,一旦放松调控必然会刺激楼市,从而推动房价再一次的大涨。 但是刚刚进入八月份,楼市便迎来两大好消息,炒房客最后的希望破灭,刚需有薪金了。 一,国家为楼市定调,不会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 在七月三十号的一次官方会议上,不仅房住不炒,再一次的重申。 同时明确的提出,不会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 这也就意味着,就算经济下行,政府也不会通过放松楼市调控来拉动经济了。 这无疑给刚需购房者吃了一颗定心丸。 但是对于炒房客来说,期待房价再次反弹的希望是彻底破灭了。 二,七月,一百个城市二手房价停涨,一二线领跌。 2019年七月份,一百个重点城市二手住宅挂牌金价为一万五千零三十五元平方米。 环比2019年六月份微涨百分之零点零二,基本上与上月持平。 其中各城市级别价格差距明显,一线城市二手住宅挂牌金价环比下跌百分之零点五三。 这位是庞泽川老师,庞老师是位职业预测师和风水师。 如果您对自己的事业、感情、前途有什么疑惑,欢迎关注庞老师公众号,WNM6768。 庞老师会一对一语音为您杂疑解惑。 环比连续五个月上涨,涨幅环比上月收窄,各等级城市变化幅度逐渐的收窄, 市场居于稳定,这也是符合稳房价、稳地价、稳预期的楼市调控原则的。 未来楼市的核心的稳,刚需可以慢慢的赚钱买房了, 但是炒房客想依靠炒房致富,这条路已经行不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